说到台湾小吃,你会想到什么? 严肃鸡、卤胃里一定会出现的万年配角甜不辣 它们永远只是当配菜的料吗? 今天就来帮大家介绍一家位在台南 相当特别的甜不辣专卖店 熟炸甜不辣吗? 主打只卖甜不辣 从原本路边的小餐车一天卖不到20份 到现在开业满一年,已有13家分店 最高纪录是一天卖出六七百份的甜不辣 究竟这甜不辣是有什么样的魅力与吃法 让许多人一吃成主顾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同去直击 这甜不辣我才辣的多佳魅力 我们有一个slogan叫 这是一场小吃革命 这是我们要让甜不辣当主角 我们从一个小摊,我一天卖不到20份 然后一路这样成长 因为目前市面上真的没有人专卖甜不辣 就是甜不辣其实大家一般都会很常吃到 就是平常自助餐啊 各种咸酥鸡摊都会有 但是就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当主食 那我们觉得现在就是做小吃啊 台湾小吃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找一个能够代表台湾 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甜不辣的 这个大家很常见的东西 但是却很少把它换口味啊换特殊的为主 然后我们就是又研发出很好的鱼浆的那个配方的比例 所以才想说我们就要以甜不辣为当主角 做一个甜不辣的专卖店 甜不辣我们台湾叫甜不辣 那个是从日文过来的甜不辣 那个甜不辣指的就是天婦罗 那但在日本指的天婦罗是所有有果粉炸的东西都叫天婦罗 所以你去看一些像乌龙面店什么他们卖炸虾啦什么 对那个都是天婦罗 或是甚至是茄子裹粉 那个统称天婦罗 天婦罗里面有一项在日文叫Oden 就是翻成它就Olen的意思 对那它一样就是用于浆做的东西 然后一般的外面的甜不辣 大家想我们也蛮常被客人反映说 因为它的认定是很嫩Q的 软软的那种对 但我们不是我们就是走比较酥脆的口感 对那我们这个是真的很重要 我们是像薯条状的 你要弄成这么细条很难 一次一次弄成了 那通常我们都会先弄成还是片状的 然后再去弄成条状 那就会把它看起来像薯条一样 它就真的跟吃薯条一样 很刷取一口接一口 在我们这样这个甜不辣炸要炸火的时间 我们一般大概设定两分左右 但是主要还是要观察它酥炸的颜色 我问大概160上下 它其实炸的东西最怕就是它粘在一起 所以我们都还是要尽量让它一根一根分开 我们经典的口味就五款 有一款叫做原味旧内裤 就是没有加任何调味粉 因为我们甜不辣本身就好吃了 其实你的鱼浆配方好 淀粉少一点 鱼肉多一点基本上都会很好吃 然后再来我们最基本是椒盐 本土性椒盐 然后台南美粉味 那这两款是大人气 然后再来是朝天辣妈椒 还有那个日式煎芥末 对这五盒是经典口味 特点口味是大概每三个月会换一次 那目前的安党上面的特点是 炙烧果起司 然后对我们用了三种起司 做炙烧之后再撒起司粉 然后另外就是 现在还有卖风烧花生奶 我们用风糖 加拿大的风糖炙烧完之后再撒花生粉 然后最后还撒一颗奶油球 完全就是甜点的概念 然后另外还有一款是麻麻蒸得辣 也是我们调配的麻辣粉 那个客人 这段时间就是客人都觉得 这个太厉害了 就真的很又麻又辣 所以我们就直接叫麻麻蒸得辣 我希望我们的甜不辣 就像西方的薯条一样 它一样可以就是 变成主角 然后甚至是打入国际都可以 就是脆脆的 然后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还有其他的很多口味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他们不像一般甜不辣 外面会吃起来稍微软软的 它的口感非常酥脆 跟一般的甜不辣真的不太一样 而且吃完它会很像 下味鲜的感觉 哇 看完这么特别又美味的甜不辣 实在让人食指大动 随神欲低 喜爱长鲜的民众 可千万不能错过 快来试试看台式零嘴 甜不辣我才辣的酥脆好滋味 然后再见 辣子 试试看台式零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